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凌云的直播间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二 今天A股的走势是很鲜明的一个特点 就偏向于周期股 上游的相关的这些板块都有非常强的主动出席 从煤炭、钢铁、化工 包括理念的上游,就是原材料供应这部分 今天也走得非常强 开盘的时候就主动出席 形成了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是开盘的一个主动出席 是开盘的时候形成板块的一个联动效应 一下子就给今天定了这个调子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消息 对市场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昨天的反弹带动市场上涨的这些板块 也都普遍的有回调的一个要求 就是市场更像是一个有备而来的打突然袭击 就周期股一开盘 顶上去快速的封接近一字板 高开迅速封住板 大家可以看一下涨停板的一个情况 普遍的有这个现象 联动效应 开盘封板 确定的这个板块的一个强势地位 主要的就是周期股 煤炭钢铁 化控等等这样一些 还不是这个偏向一中字头 还是偏向就是行业会特征的 这样的一个联动效应 锂电相关的主要是这个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供应这部分 应该说也是属于周期的一部分 因为毕竟行业高度景气繁荣 所以它也属于周期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 今天市场的基调就是周期股的一个天下 那我们讲说其他的一些消息对市场的影响 反而是不敏感的 甚至是比较弱的 比如说昨天 我们看这个珠海恒情板块 是开盘的时候呢 就有些资金就出逃 形成一个下马尾 最后呢 整个珠海板块呢 昨天的表现 可能以地域来讲呢 就是市场里头最差的一个板块 就利好兑现 反而促使资金的出逃 形成沙跌 有些走势呢 是带有破坏性的 就有一些呢 是涨上去以后呢 回调 有一些呢 是横盘 那么借着这个消息呢 往下一砸盘 就整个走势上面就被破坏 那今天呢 如果再低开低走 再砸一个跌停板 那就变成一个向下的一个突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横行板块里头 有一些就这么这么走的 就是一个 这个平台往下砸 连续两个跌停 这样呢 就形成一个破位 向上走的有一部分 还稍微好一点 就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 这是横行 那么今天呢 大家也都知道 紧跟着呢 又有前海 这么一个利好消息 一个对线 我个人的对比呢 感觉 感觉上面呢 横行的这个利好呢 更多的是给澳门 进一步发展的提供这个 后续的一个空间 那澳门呢 跟珠海呢 如果同层化 也会给珠海呢 带来实力上面的一个增强 所以呢 是双方呢 有这个 有这个共赢 那主要呢 还是中央政府呢 对澳门 一个倾向 我们看所有的 包括他 在这个 横行的上学 就业 创业和生活 而是全方位的 给澳门人呢 提供这个便利的 所以呢 最直接的收益呢 是 是这个澳门人 获得一个空间上面的 一个拖大 就像我看新闻里头 也很明显 他们在讲 从一个小地方 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那在澳门人眼里的 横行就是一个 大一点的地方 对吧 这是这个 横行这个政策 对澳门呢 是一个直接的一个 推动 但是澳门呢 毕竟 它的这个 经济架构上面呢 它是比较单一的 经济实力上面有 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那输出的能力呢 要稍微弱一点 所以呢 这个消息呢 对澳门人是一个 巨大的利好 对见了 对珠海来讲呢 也有利好的作用 我觉得主要呢 还是有这个 税收优惠 然后呢 有些特定的行业呢 可以在 珠海呢 这个横行上面落地 比如说像基金 这个昨天我没有讲 那么 前海呢 可以看到呢 它的雄心 要大得多 它就是一个 对外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应该是瞄准着 全世界的 这个 最高地这样去的 是世界一流 大家可以看到里头 要讲到是世界一流 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 那在很多领域里头呢 应该是对标全球最佳 这个呢 是因为 前海呢 跟横行比呢 体量不一样 经济实力呢 不一样 记忆的希望呢 也不一样 它要强调 合作的对象呢 是把香港这边呢 拉回来 所以呢 两个 两个呢 大湾区的这个 墙子 如果真的合作起来 那确实呢 是可以记忆厚望 但是 但是呢 今天对A股来讲 它同样的是 没有波澜的 没有波澜的 我们看到现在为止 表现比较好的 也就是 深圳机场 深圳机场 在开盘的时候呢 有个高开的一个动作 对吧 其他呢 都没有太突出 一步的一个表现